按照交通法的规定 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是车辆抛锚 可以占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 但是第一要打警示灯 第二要在车后方150米以内设置警示标志 第三要打电话报警 第四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之外 确保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像这样直接把车停在了路中间 那可就太危险了 昨天中午的时候 四川眠竹一名汽修工人小王正在给轮胎充气 结果突然发出碰的一声响 小王就飞上了十多米高 重重的摔在了三楼的雨棚上 导致小王的右腿多处骨折 目击者说呢 当时他们只是听到一声巨响 不知小王怎么就飞到屋顶上了 经过检查 轮胎呢也并没有爆炸 这样的怪事还是头一回遇到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把小王从三楼的雨棚上解救下来 并送往医院急救 据汽救部的老师傅分析说 可能是小王在给轮胎充气的时候 没有注意轮胎里面的压力 已经很高了 气体反而冲出 一下子就将小王给冲上天了 可惜轮胎还是没有爆炸 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